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两款产品也是我唯一觉得特别难选择的 如果有钱的话我今天两款都买真的 因为9.7寸呢 它虽然性能上比12.9寸要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的屏幕现在是平板当中最好的 OK 时间划清2016年前半年 然后12.9寸呢 它拥有更好的性能 但是屏幕的技术要比9.7寸差一些 啊哈 也没有其他太多 而且它们的摄像头也不太一样 摄像头9.7寸完胜 可以拍4K视频 基本上是iPhone 6s一模一样的摄像头 但是呢 iPad 9.7寸要比12.9寸要便宜很多 论性价比来说 真的9.7寸是特别特别高的 所以如果你非要选它的话 我建议选新不选旧 所以9.7寸Pro 还是OK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李木白 他说应该是YouTube 米哥 中国就是无脑黑和键盘下斗 他们除了对着屏幕打字 无脑喷其他什么都不会 嗯 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个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呢 因为在我的微博 还有一些 就是其他视频下方呢 对那些就是 因为之前有发一条微博 然后说了一下 就是自己的看法 对某件事的自己的看法 结果就是招来无数人的 喷喷喷喷喷喷 其实 然后心情就非常低落 因为我当时想啊 为什么 人们的攻击性如此之强 但回来想了一下 可能就是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 教育程度不一样 或者整体大环境 就是这个样子 这种趋势 当人们把吐槽那个东西 嗯 做到了 习以为常的时候 总觉得这个 什么事呢 都要去吐槽一下 不满意我就骂你 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 生活真的会很累 或者说人缘之间的信任 会很难建立 在这里就说一下 其实 真的希望大家以后 嗯 即使生活再苦 再难过 也要咬牙坚持 因为自己的生活苦不苦 很多时间呢 都不是别人造成的 都是自己造成的 比如说自己不够努力 或者说自己努力了 但是还差那么一点点 还就差那么一点点 努力放弃了 要怪先怪我们自己 当我们自己做到一些 嗯 真的付出很多汗水之后 我相信是 在大多数时间呢 你都会得到英勇的回报 所以尽量的和你周边的人 打好关系 哪怕是网络另一头 那个人也要打好关系 因为他没有让你怎么怎么样 他没有让你的生活很糟 他有他的观点 每个都有每个人观点 如果他说这句话 你不同意他 你开始说他 但是同样 你说他的时候 你在发表你自己的观点 有更多人也不同意你的观点 所以说这样互斗呢 如果 以交流层面来说呢 是OK的 但是 如果开始 漫骂攻击 毫不可取 OK 下个问题 啊 这是来自优酷的网友 这个名字太长了 他说 可以加你QQ吗 求你的粉丝群好吗 第一呢 我是有QQ的 但是QQ从 从十几年前 有了之后呢 一直都是个人的QQ 然后 大概在2010年之后呢 就不怎么用了 因为后来微信嘛 越来越厉害 就是很多 我在用微信 然后粉丝群 其实我现在没有建立什么粉丝群 因为我觉得 嗯 有 其实有很多 那个公众平台 像我的Facebook 微博 什么什么样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特别喜欢的话 其实 嗯 就可以加入那个group 就是 Facebook有一个 如果大多数的朋友加不到的话 无所谓 可以直接在那个微信里 就是聊天 发表评论什么的 有时候会出些话题性的那个微博 然后你们可以在下面相互讨论 这也算是一个 就是针对一个主题 你们有共同爱好的时候放在一起 如果真的加粉丝群的话 其实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至于你们怎么想 可以在本期视频下方评论 然后告诉我到底粉丝群好还是不好 但我个人感觉的话 不是很倾向于做这些 因为毕竟 嗯 全世界我们24小时 就可能有24小时时差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下一条 iPad Pro 和三星Tabs 2 显示效果哪个好 嗯 这个问题非常的 难以回答 首先我们说一下 如果iPad Pro呢 是12.9寸的话 那就OK 和三星Tabs 2 显示效果 其实具体是没有怎么对比过的 但是根据以往的使用经验来说呢 三星每次在做屏幕的时候 总是会把那个对比度做得非常的绚丽 就是说实话 看起来是非常好看的 而苹果呢 有时候对比度呢 往往是没有三星那么高的 可是如果是iPad Pro 9.7寸的话 如果跟三星Tabs 2比的话 在这里我不能说用个人的体验去说 评测数据来讲 iPad Pro 9.7寸呢 在现在比如说2016年上半年呢 是所有平板当中显示效果最好的 就是显示最精确的颜色 基本上快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了 这是很多其他就是网站上说的 就是一些比较有权威的机构 比如说喜欢更加绚丽 看起来更漂亮的 我觉得三星做的比较不错 更加还原真实的 我觉得苹果做的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其实综合来讲呢 两家公司显示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尤其三星在其实显示领域 它做了很多很多很多贡献 都是不错的 好我们看下一条 你好敏哥 请问在加拿大冬天 人们都穿类似中国的棉裤秋裤吗 哇这个问题呢 首先是非常非常难回答的 为什么非常难回答 因为他问的是整个国家加拿大 当人们每次听到加拿大的时候 比如说在NBA里面有一个多伦多猛龙队 很多人不愿意去多伦多猛龙队 是因为它太冷了 其实大家的理解是正常的 因为加拿大呢 毕竟在北半球稍微靠北 往北再开车 几个小时都到北极了 所以它整个国家出的地理位置呢 气温 平均气温是比较低的 但是还真的是分地方 为什么很难回答 是因为真的在加拿大某些城市当中呢 它的气候就非常的适合人类居住 四季如春 比如说排名全世界前十的 最适合人类居住的这个城市 文革华 它就是 哇 非常不错的天气 然后呢 在这边老外啊 或者一些其他国家来 因为整个是一个移民国家 它所以来自于很多国家的人呢 它有不同的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一些加拿大人呢 直接真的就是 春天短裤 夏天短裤 冬天还短裤 四季都短裤 但是对于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呢 因为它 虽然说四季如春 但是冬天还是稍微冷的 因为很多 还是沿用于之前的传统的那种生活习惯 所以还会有很多中国人呢 也会穿秋衣秋裤 比如说米哥 我在冬天的时候就要穿秋裤 但夏天的时候 穿秋裤实在是太热 没办法 好 我们看下一条 海米哥在iMacBook Air和iMacBook Pro中 你要选 要选哪个 首先要更正一下 这个是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iMac是台式机 就是我对面这个台式机 怎么选 这个太多因素要说了 如果是跟大家说怎么选的话 其实要需要几个因素 大家考虑几个因素 一个是你的经济承受能力 一个是你拿这个电脑的用途是什么 第三就有没有专门 比较享用的一些东西 就视频剪辑啊 或者说是一些文的处理 还有一些音频剪辑 我觉得MacBook Air是刚刚能够升任 它性能呢 跟Book Pro比的话 真的是差好多 想要说你有更 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更多专业方面的东西 真的是首选MacBook Pro 因为它价格方面真的也是差很多 所以说经济能力承受不强的 可以想要入门先学会怎么用的话 MacBook Air也是一款非常好用的 但是呢它两者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屏幕 现在MacBook Pro它一般的市面上如果你买的话 一一般都是那个湿网膜屏幕 所以你一旦选择这种看起来非常异常清晰的屏幕 用久之后你再回去用旧的 就是说不是高清的话 你会觉得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很贵 也就是说你买了之后呢 短期内是不会更换的 所以说为何不一部到位 然后买一部能够用很长时间的电脑 这样投资角度来说也是比较靠谱的 个人推荐的是MacBook Pro 即使它贵 但是性能方面 能让你更加发挥苹果系统的优势 米格Q&A呢 大家其实看了这三期之后 也会发现其实更多的时候 它回答的不仅仅是科技方面的东西 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 也就是说在日后呢 大家如果有什么真的有什么 比较好玩的话题 或者自己感兴趣想知道的 我希望我也知道 就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 也就是说 在米格Q&A当期的下方评论的一些问题呢 我会日后呢 在下一期视频当中 优先选择同类视频下方评论的内容 我需要你们继续不停的提问 只有你们提问的精彩提问的妙 才会有更好的米格Q&A的这种 类似于聊天交流的一个节目 希望大家呢 再接再厉 我也再接再厉 好了时间到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 当然了 记得这是一个交流 不仅仅是我在回答是我们一起交流 因为我回答完之后呢 你们的问题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进行提问 加油 拜拜